要复习的话,记得很简单的方法,你用Google吴老师找到那个第1,2,其实这个也是我的,我的部落格,我的YouTube频道 OK,这个是我的论坛 OK,那这个论坛的话,我大概架了蛮久的时间了,其实这个论坛要架是蛮简单的,其实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Google一个关键字,叫NAS 这个NAS其实还蛮好用的 这个没关系,主要是这个 它长得有点像一个,就是比便当盒大一点的东西 它其实也不是一个伺服器,它的原理很简单 就是你把它设定好,放在家里,它就一直来主机了 它可以做什么呢,比如让你自己架设云端等等的 我是在上面架网站 有兴趣的同学其实可以了解一下,这东西还蛮夯的 不过我买的档次稍微高一点点,因为之前那个突然想说要把它更新过 OK,那东西就放这边 所以回去的话,如果你们想要再做复习的话 那第一次在第13次 反主过必留下痕迹都在这边 然后像上个礼拜是那个黑名单筛选 所以这个这一题,然后还有前几次的包含地热透彩 不过那个爬取网路的这个大热透的这一题因为太难 所以我如果期末考试,我不会考这么难的 但未来如果说你们将来要应用的话,这一题倒是还蛮值得参考的 OK,然后你如果想要真的完整的学习 我建议就是说你可以在自己再找一个时间 也许之后 课后有时间的话 我觉得不妨你们可以再针对这些东西再去学习 其实学习不只是这些 我这个论坛里面还有其他的 像可能在更高阶的像到Python 如果你对于那个城市上有几个同学 对城市还蛮感兴趣的话 其实或许可以再学学其他的这些东西 对各位未来的发展 其实我觉得是还蛮有帮助的OK 所以我把它整理到那个我的教学论坛里面